新竹综合报道 换个亲情知名美妆集团 研览生技学者加入顾问团队 今年的品牌欢庆50周年 第四次举办了高峰会 积极布局全球要成为华人美妆生技领头羊 希望能够翻转台湾的美容产业 欢庆50周年知名美妆集团 举办第四次产学高峰会 总裁王玲玲亲自主持 还邀请产学界专业人士 探讨2021新保养趋势 在未来当中在整个直销 它是结合线上的一个销售 能够达到线下体验 那以我们直销的一个拓展速度 它能够快速的从点线面里面 当中快速去连接 赶在农业年前展开马拉松市会议 还透过视讯跟上海防疫旅馆 异地连线 线上线下强强联手打造明星商品 融合生物技术和生技美妆这一块 能够走到比较很前瞻领导的地位 那就是必须要用一些科学 还用一些学术界跟产业界的一些合作 因为它必须要采纳 比方说学术界来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声音 以及不同跨域的一些公司 就干细胞来说 的确我们有看到一些成分 它其实是可以针对干细胞 有一些促进活化的一些效果 将近半世纪的检测肌肤 天然精油加上专业精络仪 大幅提升产品安全及效果 品牌从促形象经营模式 也进化升级 大陆地区目前有875家 目标是2025年超过4000家 越居第一 品牌走过半世纪 布局全世界掌握第一手 未来保养趋势 防疫同时也兼顾脸蛋 等待口罩脱下那天 用水嫩肌肤迎接全新生活 30系统章环全领地 在新北时报道